今天我们来看看如何在网上找一些3D模式 下载了它,接着印出来做一些教材或教学工具 很简单,直接去Google 打Fingiverse,其实都出了很多的keyword 我来选这个,看到这个网站,Fingiverse 譬如例,我想一个金字塔出来 我就打break,pyramid 这里看到有很多金字塔的模型 已经设计了,譬如整个模型 都印在这里,按FingView 物件的View,其实是3D模型 你track一下就可以看到 放大幅小,看到模型的详细情况 如何下载?下面有个FingFile 按一按 就会有个STL档案 这个是关键 我们的FreeT Printer 吃STL档案 只要你觉得这个模型是对用的时候 其实只需要下载了这个STL档 接着送电邮给我 或者送给Joe 就可以用学校的FreeT Printer 印出来,不过很简单 印这个物件都起码几个钟头 比如这个另一个金字塔 这些就是它的FingFile 按FingFile 这里有两个档案 或者我想印其他地方 比如它是印了一个人头出来 一个孔骨头出来 HumanSkull 其实网上也有很多人设计了一个Standard的Model 现在可以印不同大小形状的Protect 最重要是下载的FingFile 很多时候的档案都是这样的 那些Object都是这样的 可能要分开几件来印 比如这个要分开三件 就是一次过印不到的 因为设计比较复杂 要分开三件 比如这个就是上面的盖 这个就是下巴 中间的图 这个上颗 然后你要三个FingFile都下载 接着就直接 设计比较做 印出来 就会变成一个完整的HumanSkull 或者我想印 ControlMap 也有人做了一些3D模特 其实做就相对简单一点的ControlMap 这些1 2 3有几个FingFile 下载的设计便可以 下载的HumanSkull 或设计下载的HumanSkull 可以在一下 搜索 每个人都能找到 在FingFile 就是有人设计了 约柽3D模特 只需要下载就能印到 下载的HumanSkull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